美国正在对一种新型防水涂量进行科研,这种涂层可以适用于各种舰艇,在行进时候会生成各种的噪音, 而且与海面之间会产生大量摩擦,摩擦会产生许多额外消耗,这种涂层会减少海军战舰行进路途中的燃油消耗,降低健身发出的声响。 密歇根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副教授根据实验的出结果,燃油使用过程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能量,都是为了克服水对健身造成阻力,而这种涂层就会将这种摩擦力大大减少。 虽然减少程度并不高,但就是这摩擦力轻微降低,就会使燃油损耗降低20%以上。 为了找到合适涂层材料,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,已经做出了多年努力,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种涂层,在今后利用之中能够稳定使用,制作材料能够源源不断的提高。 防水涂层的工作原理是根据健身与气泡产生的摩擦,低于健身与水之间摩擦作为依据。 这种防水材料涂抹在健身的时候,会出现众多微小气泡包括健身,而健身与气泡密切接触的时候,阻力就会大大减少。 因此,通过更加电身激泡的方式来减少摩擦,节水能燃料。 这种防水材料不仅是能降低水面的摩擦,而且还会降低潜艇在行驶过程之中的噪音。 这就可以使潜艇接近目标的时候,不会被敌人轻易的发现。 攻击完毕撤离时候,也可以悄无声息。 这种防水涂层和消耗涂层共同使用,会大,大降低行动过程中的生效。 如果美国的这项科学研究获得了成功,不仅可以在宣誓方面使用,还可以使用在货物输送方面,让运输公司的成本大大降低,获取更大利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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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